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民族,上百万之众,一夜之间,音讯全无,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以史为尽,可以知心屉,以人为尽,可以名得失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凭空消失的古老民族,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的北面,有一个大峡谷,这里山巒起伏,一片绝美的草原风光,而附近有一个大峡谷,称之为瓦林芒哈,蒙古语瓦利堆的意思。 因为峡谷内杂草丛生,瓦利遍地,所以得名,而峡谷的背后,屹立着一座山丘,山丘上有三处长亮的建筑。 建筑规模宏大,一看就知道,不是寻常百姓家的。 当地人流传着一个传说,古建筑下面有三个古墓,埋藏着各种西式珍宝,古墓足有上千年,里面埋藏着各种金银首饰,器皿,玉器等等,珍宝无数,传说是这样。 但是无人知道真假,流传久了总被人惦记。 二十世纪初,一个当地学校的校董,由于学校经营不善,又不想自掏腰包给老师发工资,于是就惦记上了古墓这件事,看看有没有油水可以捞。 于是这位姓莲的校董,就组织人,请了摸金校尉,组成专业盗墓团队。 对此地进行了偷偷发掘。 终于在九十二年的一天晚上,夜黑风高,中间古墓被趁机挖开了。 古墓非常气派,宽敞的路口,巍峨的地宫,还有一个蓝底金字的招牌。 尚书宁进宫三个汉字,但是众人高兴不起来,因为,里面全是泥浆与积水,看上去更像一个常年废弃的蓄水池。 池底全是泥浆,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宝贝,连董依狠心,来都来了,怎么能空着回去? 于是开始准备抽水。 盗墓本身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,所以抽水也只能晚上偷偷进行。 这一抽,就是两个月。 堪比小型水酷了,等水抽干了,大家的心情也凉了。 哪有什么宝贝,这里都不到被光顾多少回了,除了一些散碎的铜钱,根本没有所谓的金银珠宝,虽然东西没多少。 但是山里挖出宝贝这件事,却不进而走。 这个消息几乎传遍了巴林右旗和周围的地区,隔壁灵溪县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动了心,他是比利时天主教的神父,叫凯尔文,听说瓦林芒哈有大幕,于是也趁着夜黑风高,找了另一伙墨金校尉,偷偷地打起了坏主意。 他算是一个中国通,知道但凡是大幕,一般都有幕志明,这是非常有考古价值的信息,于是带着人就去了。 果然如他所料,在淤泥的发掘过程中,找到了四块方正的沙岩,上面刻满了文字与符号,他兴奋快了,眼泪不停地从嘴角流出。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,每块重打七百多公斤的石头是带不走的,当时太阴他们可能还没学好,于是用最笨最直接的方法,把文字直接抄走,照着葫芦画条,这一抄就是一周的时间,愣是把文字都抄走了,然后又把石碑掩埋了起来。 凯尔文确实有两把双子,这四块石头上的文字,确实非常有文物历史价值,是辽星宗耶利宗珍和他的皇后仁义皇后萧达里的两份哀策,就是说抄走了皇帝皇后的穆志明,文字书写,以汉语与辽语一起书写的。 此文一经发表,马上就被收录到二十世纪初国际上最权威的汉学报刊通报上面,更是震惊了世界,为什么呢? 自从辽朝灭亡之后,契丹文也就随之消失,大概期间消失了一千二百年之久,这次重建天日,可以说是对辽的前称往事,进行了一次呼唤,契丹文相对于甲骨文而言。 更难以被破译,因为不像甲骨文,还有迹可循,比如从繁体字进化到简体字,有迹可循,从中华文化文字的演化过程,不过就是从繁入简的过程,前后有关联,不是断层。 而契丹文相当于一个全新的文字,涉及语言的理念,所以不一定能看懂,也就是说,只要这个文字一直有人使用,在演化,都不会出现不可理解的地步,相当于从基因上倒推回去。 公元一千二百一十五年,天作地耶律言喜被女真族俘虏,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民族的大溃散,一夜之间,好似这个民族凭空消失。 不知去向,而大辽留下的文献,也悉数被破坏,剩下的只剩下流言片语,并且女真族的统治者,还对契丹搞起了文化灭绝,而契丹的后人,隐姓埋名,忘掉自己自己的文字与语言,逐渐一代代消亡。 而他们的文字与语言,也没能被历史铭记,逐渐的消亡了,一夜消失的文明,他们去哪里了了?这成了历史学者的一个千古难题。 人们对于辽朝的了解,也只能从平书杨家将,还有宋史中了解一下大概,剩下的几乎都是元朝丞相托托贴木耳边缀的,而且边缀的时间。 已经是元朝末年,收录了辽国灭亡210多年的历史,对于契丹族历史,和辽国灭亡之后,耶律大使带领少数契丹人逃到中亚建立的那个西辽,也有一些记载,对于西辽文化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 就是这么一本辽史,几乎称不上史书,刚才说了元末动荡,元朝哪有心情给辽朝认真写传记的可能,剩是修史,末是写的历史只能算赶工,修史的时间,一共花了11个月,包括宋辽金三朝的史书,辽几乎是草草写了一丢丢,并且史书出来,缺少关键的资料收集,考证,校对。 成什么样可想而知,这还不算晚,就这么一本简单的辽史,只有一百册,什么概念呢?放出版社,给钱都不一定给你复印那种更倒霉的事,这一百册还失传了。 历史上神秘消失的几个人,政治牺牲品,西施。 西施,作为勾建复国的重要棋子,其最终命运却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,关于西施的死因和下落,历史上有多种说法,但至今仍无定论。 一种较为浪漫的说法是,西施在完成历史使命后,与情人范黎离开朝堂,隐居太湖,度过幸福的余生。 这一说法主要来源于东汉元康的《岳绝书》,其中写到西施随范黎同范五湖而去,后世无锡一带还流传着西施与范黎在当地定居的传说。 明代戏曲家梁晨鱼也在其剧本《幻杀记》中表达了对两人完美归宿的向往。 但是,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,范黎作为将领主管军事,与西施之间是否真的产生了恋情存疑? 况且,以范黎的身份是否会选择隐居也不可知。 因此,这一美化的说法仅停留在传说层面,真实性存疑。 另一种看法是,西施被愤怒的吴国百姓以为祸国殃民,用锦段裹注沉入江中,墨子弟子在,墨子。 一书中直言西施沈于江中,并归因于其美色。 这种说法体现出当时女人祸水的思想,然而考虑到越军已占领吴国,是否还会允许民众对西施做出处置也值得商榷,况且以百姓之手处置西施。 在当时的君主专制下,是否可行也不确定。 也有人认为,西施完成任务后欲归乡,在河边幻沙时不慎落水身亡,出唐诗人宋志问曾有诗句提到西施一招还旧都。 这似乎支持了他有返乡意愿的说法,这种说法相对更为忠信。 但是,考虑到西施曾深入参与对吴国的密谋,越国的统治者是否会放任他就此离开也不确定。 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,西施被岳王勾建或岳后以各种理由处死。 东汉赵也的,吴岳春秋,便直言西施被浮于江中,有学者分析,勾建可能担心西施对吴国还存怀柔情愫,或泄露其在吴国时的隐私,遂下令处死。 也有说法指出是岳后出于极度之心置西施于死地,这些说法与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情况更符合。 但是,仅从政治权谋的角度理解西施的命运未免太过狭隘,西施终究是勾建复国的重要帮手,他不仅献出青春美色,还历尽艰辛完成了对吴国的离间之计,如此快速地处死他,难免过于残忍。 况且,西施作为一个具有情感和理想的普通女子,她的命运不应仅被简单地归结为全谋结果,所以西施之死的真相,至今仍是个历史悬案,我们无法确定这个历经沧桑的女子的生命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,这也成为人们对西施命运的惋惜之处。 古代男权环境下的悲剧,杨玉桓,安史之乱后,唐玄宗仓皇出逃,军队在马为一华便,逼唐玄宗处死杨贵妃。 据正史记载,杨贵妃当时自义于马为一的佛堂。 然而事后,唐玄宗派人寻找杨贵妃遗体时却一无所获,那光果之中只剩一只贵妃最喜欢的香囊,关于杨贵妃命运的种种传说由此而生。 有人说杨贵妃死于佛堂,旧堂书,称,进军要求杀杨贵妃,无奈的唐玄宗指得让他在佛堂自义,自治通鉴,在,唐玄宗命太监高丽氏将杨贵妃带到佛堂一死。 陈红的《长恨歌传》称,唐玄宗不忍见贵妃之死。 指使人迁走,结果贵妃死在佛堂,杨贵妃自义死于佛堂内,陈玄礼等人目睹并确认贵妃已死。 这种说法较为可信,因为杨贵妃在佛堂祭拜之后自义,由高丽氏执行,正使多有记载,然而佛堂内并无贵妃尸体,此说也存疑点。 也有人说杨贵妃死于乱军之中,杜甫,挨江头,诗中提到血污游魂,亦指贵妃非被一死,而是见血身亡,李毅,杜木,张佑等诗中军描写贵妃为乱军所杀。 这种说法认为,杨贵妃并未在佛堂自尽,而是遭乱军杀害,诗人们通过写的描写。 表达了对杨贵妃悲惨死状的怜悯,但这些诗句多是诗人想象,未必确凿。 刘雨昕、马维行,诗中则称杨贵妃系吞金而死。 陈寅客认为这种说法来自民间传说里而终,虽无法确证,但也不能排除贵妃在被以前吞金自尽的可能。 在日本,也有说法称杨贵妃逃往日本山口县九金,有传言称,军中主帅陈璇李爱莲贵妃,以侍女代替,使此即成功,贵妃难逃至日本。 日本隐星山口百会也自称是杨贵妃后裔。 这种说法宣称杨贵妃并未在马为一身亡。 而是侥幸逃脱,来到日本九金地方,日本一些居民自称是他的后人,但此说同样没有确证, 且贵妃逃亡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艰险难以想象。 除上述几种较知名的说法外,民间传闻中还有其他版本, 如四川太蓬山附近有一简落墓葬, 据称就是杨贵妃之墓,墓碑上只刻杨氏之墓四字,当地老百姓称之为仙女坟。 就像中单的一简直。 这一简直是并迟中一简直的, 所以还健智cert调子味道。 您将虽然用了人家我们把它採用用来,